全新打造六度头条 Six to Dan News 世界大事西门全包 近在六度头条 埃尔多安跟川普他们会面了 这个是不是可以为叙利亚来降温呢 埃尔多安呢跟川普总统 为什么今天川普总统 他说他没有在听这个 谈劾的听证会的原因呢 可能就是因为他跟埃尔多安会面了 他们要讨论四个问题 这都是跟这个叙利亚的紧张局势呢 是有相连的关系的 他们是不是众议院承认了 亚美尼亚的种族灭绝的决议 还有其他的压力 都没有能够阻止土耳其总统 带着热点政治的问题 与川普在华盛顿进行讨论 所以他们的这个四个议题 要讨论的是些什么呢 这次呢被很多人认为啊 会讨论四个议题 第一个议题呢 恐怕就是人们人都熟知的 或者是川普总统 埃尔多安以及全世界的各个大国 一起在土耳其出兵叙利亚的 又发拉底和东岸之时 所承诺的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安全区 首先我们要讨论这个安全区 如果观众朋友都记得的话 当时指的这个安全区是 要将在土耳其的数百万叙利亚的难民呢 给他们熊找到一个 不被巴刹尔揉定和控制的区域 那就是又发拉底河的东岸 这样的一个安全区呢 是目的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 当然在当时呢 我们明镜呢就指出 这个是一种说法而已 果不其然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的难民 愿意返回到这片所谓的安全区里 因为这片安全区里 本质上并不是这些逃往土耳其的难民的家乡 而他们绝大多数人呢 是来自于哈莱坡 以及来自于像拉塔吉亚等等这些城市的 那么这一片区域呢 过去是库尔德人的市居地 而这一次呢 埃尔端安用这样的借口呢 打开了这样的一个安全区 但是这个安全区却成为了土耳其 以及叙利亚前自由军的驻地 当然呢过去的在这里长期 或者是常年在这里生活过的库尔德人呢 现在已经被驱离殆尽 很多人呢都已经前往了 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域里 这是首先他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而这一次他们要讨论的这个安全区呢 目前可以讲呢 是一个破产的安全区 今天的这个安全区呢 不仅仅是成为了土耳其 要打开的控制安全区 同时这个安全区里 现在又出现了一股新的力量 这股新的力量 就是俄罗斯的力量 俄罗斯目前的驻军呢 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这片安全区里的驻军 那么当然第一驻军呢 是土耳其人 第二呢是来自于土耳其 所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 还有另外一个自由军的对头 那么就是美国所支持的民主军 在叙利亚这个战场上有无数个帮派所支持的 或者是背后的国家所支持的各式各样的武装分子 有自由军一个最早开始打开打出旗号 要推翻巴萨尔的这样的一个军队 同时呢也有后期美国所支持的 成立的有民主政府 我叫叙利亚民族和解政府 成立的民主军 这是由美国英国所支持的军队 当然我们也看到呢 有亲叙利亚的比如说来自于 来自于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 以及来自于伊朗的军事人员 到后期还有四万多名来自于俄罗斯的军人 那么这样的一个大战呢 就在这块区域都在产生着 当然美国呢 在川普总统宣布撤军之后呢 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呢 又无法撤军 目前美国的驻军呢 完全的都是控制着在叙利亚与伊拉克边界区域的 叙利亚的最重要的和主要的产油区里 那么这个安全区的讨论呢 应该是去讨论如何去划分这个安全区 比如说安全区的一部分 要交给某些人 或者是在哪里要有一个边界线 那么目前呢 这个问题呢 恐怕是这一次阿尔东安来的首要 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还有第二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呢 是土耳其呢 最近进口了俄罗斯的很多反 空中武器的空中防空武器 叫S-4版 而土耳其的身份呢 是北约的一个成员国 那么北约的成员国呢 武器系统也好 指挥系统也好 是和北约是一个system 一个系统的 但是呢 土耳其呢 在美国不愿意出售给土耳其 更先进的防空导弹的情况下呢 土耳其呢 就购买了来自于俄罗斯的 之前是要买中国的红旗 那么中国后期呢 在美国的强力压制之下呢 土耳其放弃了购买中国的 但是土耳其呢 购买了来自于俄罗斯的防空导弹 那么这件事情呢 对于川普总统呢 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事情 或者是北约所有的成员国呢 都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这些导弹呢 是不会受到北约的控制 而是土耳其与俄罗斯的一样 也就是说 你同样是我的盟国 你又是他者的盟国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一次是土耳其需要 在美国来给川普总统 以及北约的重要的一些成员国 要讲清楚的 因为马上12月份就要召开北约峰会在英国 那么这个峰会之前 如果爱尔端不说清楚给川普总统的话 势必会给土耳其造成极大的一个障碍和影响 那么在12月份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上 那么没有美国的支持 那么对于土耳其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尴尬和非常难受的一个会议 那么这一次相信爱尔端绝对会 或者是肯定会得到川普的支持 那么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说法 我估计也就是川普就可以在北约上 来为土耳其爱尔端在解套 那么第三件事情 就是人类的一个惨剧和悲剧 1916年的一战爆发期间 土耳其奥斯曼在青年党上台之后 对于在自己的帝国控制范围内的亚米尼亚人 进行了大屠杀 而这个大屠杀死者多达160万人以上 当然土耳其认为自己只残害了30万人 而这30万人绝大多数他指责是病死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而对于亚米尼亚人自己的计数 是超过160万人 我们知道亚米尼亚那个国家 在一战时期本身人口就并不多 有人指出将近一半的人口被残杀 而我们刚才提到的土耳其 现在所占领的安全区 这块区域曾经就是亚米尼亚人 被大屠杀的一个重要场所 那么这种情况 也遭到了全世界的无数的国家的指责和批评 但是至今土耳其一百多年了 依旧不去正视和不去承认自己所犯下的这个罪行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 我们看到在103年的纪念日 也是在一战结束100周年的纪念日的这个当口呢 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了一项人权法案 那么就是对于亚米尼亚的大屠杀 进行了一个确认指控或者是指责了 批评了土耳其的当时的政策 以及现在拒不承认的政策 这对于土耳其来讲呢 是一个又一次将他们的所犯下的罪行的 招设给世人的一个过程 这也对于土耳其的形象 以及二端所要塑造的这种形象呢 是一个沉痛的打击 这也是他们这一次来要讨价还价的 因为依旧像香港的人权法案一样 压在了美国的参议院 那么美国的参议院什么时候会通过这个法案呢 也是一个被排期很远的一件事情 因此呢 也是目前受到了来自于很多基督教国家 以及亚美尼亚等国对美国进行了施压 要求迅速的通过在参议院 但是目前并没有看到 有这样的一种会通过的迹象 而二端呢 有可能会想着一切办法 阻止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表决或声明 那么同时呢 也会在这个联合国的大会上 有人提出要对亚美尼亚的大屠杀呢 进行一次谴责行为 但是呢 依旧在遭受着土耳其 或者是土耳其的一些盟国的阻挠 那么这些事情呢 恐怕都是二端 这次要讨论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二端还会探讨一个自己国内的一个重大事件 穷求美国川普总统的支持 那就是美国现在正在庇护着被土耳其二端 所指控为的恐怖主义分子 居龙先生 而居龙先生呢 是一位土耳其的备受民众所喜爱的一位长者 他现在生活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 宾夕法尼亚的生活的已经 距今已经有二十余年的日子 那么他呢 在来到美国之后呢 就长期并没有离开过美国 而阿尔多安呢 也曾经是这位居龙先生的跟随者 但是在阿尔多安上台之后呢 他指控于前三年前发生的那一场在土耳其的政变活动 是居龙幕后所导演 当然这一点呢 也被世界上很多国家所否认和否定 但是阿尔多安用这样的方式 打击着居龙在土耳其的支持者 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土耳其阿尔多安 目前为止在他的国家 或者他所控制的这个国家里 官记的教师或者是教育者 以及律师法律从业人员等等 这些居龙的跟随者多达五万多人 那么他长期或者是数次的要求 引渡居龙前往土耳其 但是这是根据美国的移民法 以及庇护法来讲的话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阿尔多安一直尝试着这种方式 这也是一次考验 川普总统是否会维护 一个庇护者的一个基本的 过去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宗旨 这四件事情呢 是阿尔多安这次来美的最重要的一些规划 也是双方会讨论的最重要的一个节点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一个安全区再说一下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 安全区如此说来到现在为止呢 可以说是欺骗了全世界 那么在弹劾案之前大概讨论对啊 对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可以说欺骗了全世界 今天我们并没有看到 有叙利亚的难民返回到那里 而是看到那里又在制造着 更多的难民离开着那里 这就是一个今天的世界 或者是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得面对的世界 香港也好 库尔德人也好 似乎都遭受着同样的命运 当然还有亚美尼亚人 是 所以我们今天的六度头条 就结束在这个让大家觉得 反思跟有一些沉重的这个话题上面